现代的很多 我也吓一跳 刚来定妆的时候 我也是以为说 就是比较正统的年代系的感觉 头发要梳一个分头 梳点油 做完以后 我说 这么时装 比我平常还要时髦 我平常都不弄头发 现在弄一个好时装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现在这么多年代系 那大家都走这种 比较中规中矩的 那观众也会腻嘛 对不对 换一个感觉 也是多一种选择 我不敢说多好 我比人家组好 也没有 反正就是我觉得 也挺新鲜的 观众可能也看多那种 也会腻 对 这叫什么事 说真的我也不是太懂 然后腰带还挺不太 对 腰带好像 好像我平常都可以用 我觉得都没问题 对啊 我觉得蛮好的 我这次我还觉得 呃 好久没有碰到 制作这么 制作这么 这么 制作这么清凉的一部戏 包括开机仪式啊 包括大家一起吃饭啊 你有没有看过他们的装备吗 看过啊 但这太久了 你不能 你现在已经没有印象了 有印象 有印象 但是 但是 那个很久了嘛 肯定是跟现在差很多了嘛 对啊 就是 你好像是你的那个皮肤是 以前很白的 对对对 这部戏导演说希望我黑一点 也不是说 黑了以后就是硬汉 也不是 但是 可能可以多帮助一点嘛 我觉得 刚刚很多媒体朋友问我说 哎 你好像没有 扣老师那么硬汉的感觉 我说 硬汉不是说用看的 应该是那个人态度 是态度问题 我觉得 我不是说 我瘦一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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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憋三 这样就是硬汉 这也没有道理 这个 这个也没有道理嘛 我觉得 所以 取决于态度了 我觉得 就是态度是 是 很强硬 很坚决的 就OK了 所以你觉得你演绎出来的这一段 会有一点多 输进去不到 不会不至于 对 但是身段会放柔软一点 我觉得 还是一个 脑筋用多一点 脑筋用多一点 然后 他会去 会去争取很多东西 去帮这个镇上 争取很多东西 但是 不会用很强硬的方式 就会用比较 头脑的一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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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这样子 在情节上 就这一版本 像一个有感变 比如说 你也有爱情 爱情 导演 导演说前面的主轴 没有什么变 但是人物的特性 好像都加了一些东西进来 我们现在剧本还没有出完 那可能 最后会怎么样 反正他们现在想 应该会有些不同 应该会有些不同 我们主要就是在 是个正派 没有错 但是不要 正的太正了 我们主要是 我们两个沟通完以后 觉得就是 不要正到 太莫名其妙的正派 就希望他还是 多一点层次 就是不要正的 有点傻傻 就好 对 我没有戏 我来拜神的 这是行寡妇的家 王林的家 我没有来过 我都没有来过 不是 他这个场景 我没有什么戏的 那我只是明天来拍两场 就今天 今天就没有了 今天拜完神 我就可以 做自己的事情了 对 那个 这边我也不熟 我没办法带你过 不好意思